冰精灵,快换我们头发 小五你们别急,你们的头发被暗夜精灵偷走了 我这就用魔法,帮你们制作神奇的魔法头发 真的,太好了 那你们可以选择想要的头发材料了 我要选 你选个屁,我比比宫女王还光着脑袋呢 哪轮得到你先选 我象征着光明,所以我要用火焰做头发 你用火焰,那我就用水做头发 水能灭火,让你欺负人 现在只有小草和黄金了 我可不想用小草做头发 我选黄金 那我就选小草好了 小五,我们的魔法头发可是都有魔法能力的 我能控制火,焚烧万物 我的头发能控制水,最厉害了 你胡说,我能变出无数的金币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的魔法头发才是最厉害的 小五,你的魔法能力是什么 不会是只能用来种你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魔法能力是什么 好了,你们的头发还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能好好利用你们的魔法能力帮助别人 美丽的女士,选一条公主群吧 哇,这些公主群好漂亮,这些公主群我都要了 金币魔法 这些金币够了吗 够了够了,我这就把所有的公主群都给你撞起来 金币魔法太厉害了,我要把所有的好东西都买下来 我有火焰魔法,我现在是火焰女皇比比东 所有人都得怕我让着我 这棵树竟然敢挡我的路,我要烧掉你 火焰魔法 我比比东女皇太厉害了 咦,天怎么有点冷了,我要让太阳更热些 火焰魔法 这还差不多 我的水魔法最厉害了,该怎么用呢 咦,怎么天突然变热了,太热了,我不喜欢 该是我展现我魔法能力的时候了 我要让天凉下来 呼风唤雨 下个雨,果然凉快多了 该死,怎么下几雨来了 破坏我的好心情,不要把云彩都烤干 火焰魔法 好心人帮帮我吧 嗯? 今天正是怎么了 一会特别热一会又下雨特别冷反复折腾 呼呼 我头好晕好像生病了 美丽的女士,帮帮我吧 我生病了 哼,魂远点,臭乞丐 我的金币可不是给你花的 我还要买更多的公主裙呢 哎呀,我好难受,谁能帮帮我啊 哎呀,小弟弟怎么晕倒在这了,我,我怎么才能帮助你啊 我终于知道我的魔法能力是什么了,生命魔法 哇,我的病好了,身体终于舒服了,谢谢你,可爱的小五 不用谢,小弟弟,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这还有些金币,都送给你,去买件暖和的衣服吧,别再生病了 太谢谢你了 兵精灵,我们的魔法头发怎么不见了,你快把我们的魔法头发再还给我呢 比比都你们乱用魔法能力,却从没想过帮助别人,以后再也不会有魔法头发了 兵精灵,这不公平,为什么小五的魔法头发还在 因为小五一直在用魔法帮助别人,所有的小伙伴都感谢他,他的魔法头发当然会一直存在 兵精灵,我们知道错了,再给我们一次魔法头发吧 是啊,我们以后一定帮助别人 到底是谁在套我 小五去哪了 三哥也不见了 嘿嘿,人与宝宝快回我回家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人与宝宝们,怎么全都不见了,不行我得把他们找回来 人与宝宝,你快进鱼缸里 哎呀,你的鱼缸这么小,我住不进去呀,你给我换一个大鱼缸吧 好吧,我给你换一个大鱼缸 这个鱼缸大小合适,不过样子太丑了,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好看的鱼缸吧 鱼缸的样子都差不多,不过我还有一个家庭充气游泳池,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这个好,我就喜欢这个,以后我就住这个游泳池了 你喜欢就好,那你先在里面待一会儿,我去给你买吃的 人与宝宝,快给我进泥土鱼缸里 这个鱼缸里全是土,我才不要在里面生活 这样啊,那我把泥土拿走,给你换上可乐和辣条 这样总可以了吧,你搞什么鬼,我是鱼,我只能在水里生活,你放可乐和辣条干什么 哎呀,人与小五你好烦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不管你了 什么呀,这个比比东,真是什么都不懂,讨厌死了,哎呀,现在我该怎么办啊 人与堂三,快进鱼缸里吧 你这是什么鱼缸啊,里面什么都没有,好歹你也给我放点水草啊 哎呀,你可是男孩子,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我这里有游戏机 我们可以联网打游戏 哇塞,联网打游戏,我最喜欢了 现在你是要水草还是要游戏机啊 我不要水草了,我要游戏机 人与魔法 原来是你们几个小屁孩,抓走了人与宝宝 我要把你们送到管理局去 不要啊,人与婆婆,狐烈娜对我很好,我在她那里住得很开心,你不要送她去管理局了 还有阿七,她对我也很好,现在我和她是好朋友了,你别惩罚她 原来是这样,那小五,比比东对你好不好呀,我要不要惩罚她 人与婆婆,比比东是大坏蛋,我不喜欢她,你快把她送去管理局吧 什么,你瞎说,我都把最喜欢的可乐和辣条给你了,你凭什么说我对你不好 人与婆婆,小五是骗你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别把我送去管理局 哎呀,我应该相信谁说的吗 零礼服了,零礼服了,明天藏三生日,美女们快来零晚会的礼服啊 我想要这个蓝色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拿去吧 五六七,你太好了 我要这款红色的 没问题,给我一个嘛,摸搭就行 八七,我想要这个粉色的 我也要粉色的 粉色的只有这一条了,要不你们谁换一条吧 我不换是我先看到的 哼,凭什么我换,要换也是小五换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这样吧,你们两个比试一下 喜欢谁的人多,这个粉色的礼服就归谁 你们看行不行 比就比谁怕谁 现在哪还有人喜欢小五啊 表情包早就都上光光了 我先来吧 哇,千燕雪,果然很美啊 小五,到你了 哦,小五眼还是这么好看 我真是太难了 不是王墨吗 我去吓吓他 你这人怎么这样 对不起,你拿着这个武器 我以为是王墨 看着武器你就冲上来 我看你肯定是故意的 谁叫你拿着王墨的武器 这谁认得出来啊